说几个民间驱邪避凶的土办法 如果你现在恶硬缠身 请记住以下几点 一 软化少说 把好的换成好 如果你觉得生硬 那妥这个字我经常用 把谢谢你 谢谢您 换成谢了 多谢 把对不起不好意思换成抱歉 把收到换成数字一 把我说清楚了吗 换成应该不难理解吧 另外不管聊天还是朋友圈 注意严谨 你该不要发大段的语音 更别写小作文 软化说多了 别人会觉得你软 尤其是男生 二 耍熬夜 99%的人不知道早睡的意义是什么 觉得我只要一天睡过8小时 你管我白天睡晚上睡 但你要知道的是 晚上人容易阴谋 焦虑 感性 尤其是那些低谷中的人 熬着熬着就抑郁了 早睡一来是用睡眠 躲过这段焦虑期 二来 白天干什么也都方便 人在阳光下面 也更容易阳光一点 三 闲事少管 别给朋友介绍对象 成了是缘分天注定 崩了那都是你的锅 别给朋友介绍工作 干的好是他能力出众 干不好你两头不是人 别人的重大决策不参与不建议 再好的朋友没开口的忙不要帮 另外 车不外接 钱不外接 房子 证件和银行卡更是切记不可外接 四 慢下来 如果你每过一个路口都是红灯 也就是说你目前的车速刚好卡上了红灯的节奏 那你不妨慢下来 打开车窗 看一看沿途的风景 打开音乐 享受一下片刻的悠闲 节奏一变 就很有可能进入到你人生的下一个吕波炉段 五 这是两个子 平和 男人 人生中的梦境 只能使用 平时不一样 你的女人 总要半路牌子 不几乎 半路牌子 半路牌子 人生的梦境 是不一样子 不几乎 不几乎 你也不准 我一天 我一天 甚至想起了多年前 坐在考场之上 等你真正面对密密麻麻的尸体文字 那些励志的鸡汤 那些豪言壮语 那些一路走来的荆棘坎坷 那些美好的祝愿和希望 你必须全部忘掉 内心平和 安静 专注的做大 大数据推送是不骗人的 如果你看到这里 就在下面留下一句实来运转 给自己2024年天赋打气 接下来的一年 一路畅通无足 一切 如你所愿